好,在了解了return跟size-off关键字过后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我们的第一组关键字 数据类型关键字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会提出数据类型这个概念呢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C元的操作对象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C元的最终的操作目标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给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叫资源 怎么理解这个资源呢 那众所周知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计算机系统 无外乎其实就由三个组件组成 或者说可以认为就是一个CPU CPU作为我们的核心处理器 然后我们外围有一堆资源 然后利用这样的资源 我们通过所谓的地质总线和数据总线 进行跟它进行个访问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数据内容交由CPU进行处理 那么C元作为我们CPU执行的一个下达者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要考虑在这一串资源中 我们如何去访问和找到它 那么C元的资源里头包含什么呢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内存 也就是说在内存中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计算机有多少多大的内存 那么实际上在内存中就存放了所谓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定一个intA等于10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在我们的内存空间中 有这么一个变量 它在我们的资源体中占据了一个int的大小 然后把10附到了这个空间里头 所以说C元的操作对象 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其实就是内存 但作为我们嵌入式开发来说 我们说不仅有包含内存类型的资源 同时还包含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硬件资源 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所说的显卡 那大家都知道显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显存上描述的是什么样的数据 那么在显示屏幕上就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说在C元中我们能不能操作显存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再分配一个段空间 专门为显存使用呢 好说到这儿 那其实也就是说C元操作的这个资源体中 我们需要怎么的 去限制这个资源的一个什么范围 访问范围 那么这个操作的对象 我们也把它称为资源 但是由于大家在平时的交流和说话中 我们更多的时候说是内存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我们所说的内存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个内存条 而且还包含所有的内存类型的资源 比如后期我们看到板子中的LCD LED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窜口 iPhone C设备 那么我们都可以认为这样的资源都属于内存类型的资源 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呢 我们都统一称之为内存 也就是说C元操作最终的对象就是内存 那么我们如何去描述这些内存呢 也就是说我既然最终的目的是操作它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让C元编辑去描述它 或者说让我们的程序员能够描述它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人和人之间交流呢 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进行交流 然后呢 C元编辑再把我们人和人交流的这个逻辑结构 转换成我们对应的硬件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C元如何描述这些资源的属性呢 那么我们说那么这些资源首先它的属性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的LED 我们的LCD它可能又都有不同的类型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首先先考虑第一个问题 就是资源中的属性的什么大小问题 所以C元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考虑一个问题 我要想描述内存的资源 那么自然而然我就需要考虑这个资源的大小 而大小怎么去定义呢 好了那么有我们第一组关键字就是数据类型关键字 它来帮我们来解决大小限制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数据类型关键字当成 是我们限制内存大小的一个什么 一组特殊意义的伺承 那么这个内存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C元操作的资源 就相当我们的一个地主所管辖的土地 那么这段土地我们该怎么分配 那都是由什么地主来决定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 int a 那好了 那我们就认为在这段内存空间中 有这么一个a的一个变量名 去描述了这段 int大小的一段什么 一个土地或者是内存 而如果说我们写定义了一个charc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又利用c变量名 代替我们的一个字节 或者说称之为我们这个内存的大小就限制好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关数据类型的这个部分 大家要记忆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数据类型所代表的大小 那么这个大小当然是谁定义呢 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c编辑器来定义的 也就是说你写int a 那a到底多大 由编辑器来决定 那么说到这呢 我们也要提到一个概念 在上节课中我们提到了sizeoff 那么利用sizeoff 利用sizeoff呢 我们是可以来判断a的大小的 判断a的大小呢 那么这个a其实恰好 也就是说是我们int值 也就是说我们的c编辑器 是根据之前我们分配空间 来决定这个a的大小 好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sizeoff a到底多大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面试中 都可能会问得到 有些同学会不加思索说 这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是 或者说我们刚才看的一个结果 是自己 但是呢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数据类型的 只要跟面试题有关的数据类型大小 或者说在以后我们工程开发中 涉及到int 涉及到char数据类型大小的 这样一个问题研究上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不能回答一个 定值 而是回答一个什么 跟编器有关的这样一个答案 因为在不同的编器 或者以后我们接触到不同的系统中 那么我们的int值 不再像我们在平时x86中 看到这样一个四字节来描述 所以也就说我们数据类型的大小 一般来说都是由编器来决定 只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的用一些默认值 这样呢大家可以更好的交流 比如说我们最典型就是 char是一个字节 int是个字节 long是四个或八个字节 然后shoot是两个字节 所以说这几个字节 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么这有个默认值 但是最终是多少 一定要跟我们的编辑器来决定 好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过后 我们先看第一个关键字 char 那么char这个关键字的产生 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产生 那么首先来说 char类型应该是我们整个数据类型 产生的第一个类型 因为我们说在如果从嵌入角度来讲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操作硬件芯片 那么硬件芯片的操作的最小单位是多少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 我们称之为叫比特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只有一个高和低 这两种状态 也说高低电频 那么在软件中 我们把它称之为位 称之为位 那么一位 一位就代表高电频 高位还是低位 就代表这样一种二指概念 硬件操作的最小单位 那也说我们要想操作一款硬件 写这款硬件的驱动 那么自然而然最小的单位 就应该是位操作 每一个位它代表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我们软件 也定义一个类似于 比如说我们类似于像 不是定义成恰A的 不是定义成恰A 而是定义成一个叫做比特A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关键字 那岂不是就可以 直接通过软件控制硬件了吗 好 但是实际上在软件的历史过程中 计算机的历史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软件开发的成本 也就是开发的量会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们软件采用了一个集合方式 就是把一组比特 一组比特当成我们软件操作的单位 这样来使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软件操作最小单位 最后大家把它定位成什么呢 就变成了八个比特 代表我们的软件最小单位 而转换成对应的一个大比特 byte字节 所以说在我们软件中 经常会听到一个比特和byte的概念 byte的概念 那么比特往往指的是硬件的规范 而大写的byte字节 一般代表的是我们软件的规范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平时上网的时候 经常说我们家的网速是四兆 那这个兆为什么说我们下载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每秒四兆的速度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宣传单上 我们所说的四兆上网 实际上是四兆什么呢 小bit s 所以说你的下载速度 其实要最终转换成我们 比如说迅雷或者是其他下载工具 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多少多少什么 kb每秒 kb每秒 所以这个kb每秒跟我们的kb每秒之间的关系 自然而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和一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软硬件中 经常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说chart更多的时候 它是描述一个什么 描述一个硬件能所能操作的 在软件体现出来的最小单位 所以说chart的第一组应用场景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在我们嵌入式中 我们认为是什么 认为是硬件的数据处理最小单位 硬件处理的最小单位 那么所以以后当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申请一个chart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我们的硬件到底要处理多少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虽然没学过数组 但是我们大概说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buffer 比如说是某个值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是intbuffer某个值 那大家来看一看 你觉得是这两个buffer 哪一个buffer更好的来能够处理硬件的 硬件所接收的数据呢 或者是发送的数据呢 那么很显然 如果说我们采用后面这一组 那么我们说每一个buffer 是不是都是int大小 就是按我们说四个字节或两个字节 那也就是说我在发送一个数据的时候 必须是2的倍数 或者是4的倍数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对方发送一个字符 叫123 那很显然这123中 它可能只有什么 只有三个有效字符 那如果我们用int来接收 那自然而然是不是就接收多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chart的空间进行接收 因为chart才是我们接收硬件空间中的一个什么 在软件体现的最小单位 好 这是我们chart类型的第一组应用场景 那么这组呢 是在我们嵌入式中 咱们在定义空间的时候 应该要考虑的问题 然后其次我们也是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中有一个叫做x2码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由于我们传统的历史原因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并没有有中文的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后来那帮科学家发现了 在整个计算机的键盘中 不管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多少个键 我这也没有数 但是我们会发现 用什么呢 8个比特的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不同的状态 去描述每一个键盘的键值 是描述得了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8个比特 代表我们人所能理解到的什么字符 所以也就有了我们这个 所谓的x2码的什么码表 那么这个我们再说一下 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计算机中键盘中 它每一个键位 都可能用一个状态去描述 那后来我们看了一下 用8比特的这样一个盒子 去描述所有的状态 应该是描述得了的 怎么理解什么叫8比特呢 在这个地方 也希望大家下来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都很明确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盒子 那么能代表几个状态呢 两个状态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有两个盒子呢 那么代表的状态是不是四个状态 对不对 以此类推 如果有三个盒子 我们是不是能代表八个状态 因为我们的1010组合 对不对 那希望大家下来呢 去把这个表填满 就填到什么呢 一直填到我们在这个盒子 有十个盒子的情况下 它对应的是多少的字 那么当然123456789是一起 那每一个这么大盒子 所代表的最大容量的一个数据 那么希望大家能填这样张表 填这样张表的好处呢 填我们后面 尤其在学到硬件的时候 你在看原理图的时候 会非常的方便 这个呢 作为一个课后的作业 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下 好 恰呢 我们就应该说 了解这么多就应该足够了 那具体X2码表呢 我们留在后面 那个讲指针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制服空间 恰空间的一些更高级的使用